6月23日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奖了在京举行发布会 宣布将于6月30日推出毕业季特别节目 我和未来有个对话 发布会当天著名导演王朝哥 青年演员任全等成功人士纷纷坐镇 针对现今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等话题 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成功之道 如今已经自立门户当老板的人权 谈及如何挑选员工可谓十分挑剔 除了金明能干外 甜美的长相也是首选条件之一 我觉得应该会选甄嬛做我的CEO 哇 对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大致若鱼 而且是蛮蛮有诚服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能成大事 对吧 然后呢那个谁 这个林志玲呢 可以作为我的那个 销售的经理 销售的经理 对对对 还是你需要一样 主推什么产 然后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呢 可以做点什么男士的东西 因为两个美女嘛 对不对 开奖了是一档为青年人积极传播正能量的公益性节目 此次毕业季更有李连杰文章 罗志祥等豪华明星加盟 现场分享青春感悟 谈及毕业失恋等青春话题时 文章也不禁在节目中善然泪下 只要你想 你就必须要去做 如果你不做 你就不配合人群 人类能不能 不仅仅是在哪一次灾难的时候 我们大家才想想 去帮助那些灾难 我三十以前 如果你没有分析过 你是没有良心的 你三十以后 你还是很喜欢 你就知道愤怒不怕 那你没有老子 给你机会 这些人都要记住 攻击 骂动 要记住 因为我一个人要站在表演上面说 你要看那个人说 我成功